去年底游席坤尽管身体微样 但为了替洪慈庸拉抬绅士 还是徒步陪着市场扫街 如今洪慈庸输了 游席坤真的挺到底 安插了月领12万的立院顾问之缺 对于洪慈庸担任立法院的基要顾问这件事情 其实外界都认为是根本身高策略 来因开炮 慈庸变筹庸 立院基要顾问工作内容是掌理议事 法规咨询但洪慈庸资力够吗 蔡正元脸书很酸 说民进党友情有意真的不错 福利超棒 安排他出任14职等有几职顾问 待遇等同部会次长 有几职顾问上班做什么事 从来没人知道 反正有高兴就是了 过去王精明时期是找来 谢震资深立委担任荣誉顾问 皆是不领薪水的 到了苏嘉全时期 找来前立委 蔡黄郎 高建志 都有领薪水 但资历较洪慈庸完善许多 尤其对比为了疫情忙翻天的 卫福部长陈时中 薪水月领19万 而准立院顾问洪慈庸 月薪却达12万 很多网友看了不接受 还制作梗涂说 零6万的学姐被说是仇庸 那领十几万的是什么 是慈庸 不能选举前才重视网友的声音 然后真正执政的时候 你也要重视网民的声音 继口一歌 吴英零之后 民进党持续把握年轻人 但是否是才是所 还是在一桩的仇庸 外界看在眼里 结果向往里调不到